大家好,我是Heidi,欢迎收看粤语最财经 暴跌4,900亿,事由一哥海天蜜蚁终于坐不住了 海天蜜蚁的确是跌得很惨 在10月16日再到暴跌7.89%之后 不单只是刷新了4年以来的新低 还成为了资本市场的热耳话题 从2021年年初高点的$124元每股计起 海天蜜蚁不到三年的时间市值蒸发了4,900亿 远远是超过了整个调味发酵品行业 17家成份股当前$3,430亿的合计市值 面对跌跌不休的股价 海天蜜蚁的持股基金 也经历了从快速逃离到入局抄底 再到逃离这个过程 在2020年底的巅峰时期 海天蜜蚁一度是聚集高达557支基金 而且合计持有8,478万的股份 但是到了2021年年中 伴随着海天蜜蚁的股价下滑 基金数量也减到483支 所持股份同样都是降到8,106万股 但是随后 海天蜜蚁的基金数和持股数开始上升 并且在2022年再度下滑 今年年中更加是减到277支 时隔5年 海天蜜蚁再度回购 似乎意味着不再放任何的股价下滑 令到那些还在苦等的十几万股民 看到了一丝希望 其实从财务角度来看 这番回购也不会对海天蜜蚁的现金流 产生太多的影响 不单只是海天蜜蚁 同样位于市由行业头部的 千和蜜蚁业和中距高薪 都是经历了相似的股价下滑 分别是从2021年2月和2020年9月计起 至今跌了55%和60% 只不过跌幅就比海天蜜蚁少了一些 不过即使在经历长达两年多以上的持续大跌之后 海天和千和这两家企业的动态市盈率 目前依旧高达到32%左右 甚至是超过了贵州茅台的30.1% 专业人士透露 这类调味品行业的公司 一般给到15倍的估值就比较合理 而海天蜜蚁现在动态估值在30倍以上 所以要消化这个高估值 未来三年业绩要持续保持20% 但是从业绩表现上来看 海天想要保持这个增速其实很难 所以即使在跌幅这么多的情况下 目前估值依然是比较高 实际上海天蜜蚁的暴跌 和它近几年来业绩不好都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海天蜜蚁跟基的市有市场 经过百多年的发展 但是技术壁垒就并不高 是一个集中到比较低的行业 即使已经是成为了毫无争议的一哥 海天蜜蚁自己2022年评估的市占率 也不过是13-17% 和2021年一样 而中具高薪、千和味叶、A股醬油第一股的加加食品等等 更是只有个位数 其实市油是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在经历了长期的品牌化之后 市场格局已经是基本上趋于稳定 不单止是这样 经过长期的发展 各个品牌也是拥有一定的忠实用户 并且是很难令到他们改变这个消费习惯 餐饮人员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善油的品牌 由于各个品牌的风味和咸度指标不同 所以可能会对随即产生影响 2014年登陆资本市场的海天蜜蚁 除了由于为实现上市前的限制性股票激励目标 2015年对经销商货物过度跡压 从而影响到2016年的营收增速之外 2020之前都保持在每年15%左右的营收增长 和超过20%的利润稳定增长 淨利润率经常都在20%以上 再加上当时市场环境的影响 各类基金的集堆普团涌入了各大龙头股 一并推动了海天蜜蚁股价的持续上涨 不过当市场逐渐饱和之后 再想要攻占有商的大本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问题从2021年开始出现 2022年下半年开始变得更加严峻 9月底有网友发现海天蜜蚁在海外出售的石油配料不同 国外版只有黄豆和水在内的天然配料 但是国内版就有多种的添加制 一时间科技和狠活成为扣在海天蜜蚁头上的帽 针对商标的质疑 虽然海天蜜蚁已经是连发三次声明试图澄清 但是信任的裂痕已经是产生了 并且是加速了业值的下滑 当季度海天蜜蚁营营收出现了下滑 大概是1.77% 第四季度更加是从上期70亿减到65亿 同比下滑将近7% 2023年上半年海天蜜蚁更加是交出了 营收和归母淨利润相下滑的成绩 分别下降了4.19%和8.76% 只有129.66亿和30.96亿 并且是再度刷新了自披露业绩以来最差的成绩 连续四个季度营收利润相下降 是海天蜜蚁有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连续季度业绩下滑 以石油板块销量为例 从2018年的187.8万吨 一直涨到2021年的266万吨 但是到了2022年 只是卖出了250万吨 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下滑 并且也是十年来增速下滑最为严重的一年 反观中跪高薪和千和味叶 今年上半年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中跪高薪旗下的主工调味料的美味仙公司 上半年是实现了营收25.72亿 同比增长4.73% 实现了淨龟母利润3.16亿 同比增长10.4% 而千和味叶是实现营收15.3亿 同比增长50.89% 实现龟母淨利润2.57亿 同比增长了115.9% 再加上金龙与等等的跨行业绞局 都成为了海天业绩上的蓝老虎 在海天微业暴跌之后 一位股民就说出了这样的说话 我看不到海天的前景在哪里 实际上 自由作为日常消费品 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占比较多 相比于定位中端市场的徐邦 以及主打零添加的千和 以中低端市场为主的海天 消费者对它的价格敏感程度相对更加高 所以海天也不敢轻易升价 上一次涨价仍是2021年10月份 比出的理由是原材料的上涨 而且千和味业等之后 亦都进行了跟障 另外随着低盐、零添加等 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关心的概念 调味品消费、分级趋势 同样是更加明显 虽然随在争议 但是已经成为消费者主流的零添加醋油之外 市场上还有减盐醋油、BB醋油 刺身醋油等诸多细品分类 亦都打得很火热 这个对于大众化的海天味业来说 同样是一个挑战 以零添加醋油为例 早在2008年之前 千和味业就开始相关布局 坚定行这条高端醋油的差异分化路线 而海天布局比千和迟了6年 并且两者在这个概念上的宣传力度的投入 亦都相差很远 所以就目前来看 在零添加醋油这个概念 海天显然比不过千和更加有代表性 其实海天味业也都在尝试多元化的布局 除了不断扩张蠔油和食醋业务 推出了YES黄豆这款一度大火的脏类产品之外 火锅底料甚至都成为它尝试的方向 正如海天味业的副董事长程雪所说的 海天味业当下最困难的问题 是要跟时间赛跑 将多年积累的优势进行跌代 放大 升级和转型 在海天味业的业务里面 除了身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的 细油 蠔油和橡类三大业务之外 还有一个其他的业务板块表现都比较抢眼 2022年海天味业在三大板块营收全部核化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总体业绩2.42%的上涨 就是依靠这个板块高达36.2%的增速 而在这个板块里面 包含了海天的尿酒 醋 甚至是鸡精 米面采类的至少数十种的单品 只不过 这些板块能够成为海天贡献的营收 依然是太小 即使在今年上半年 再度逆风增长12.19% 达到17.5亿 占总营收比重也不过是14.4% 可以说 至少到目前为止 虽然海天依然在积极布局新的细分领域 但还未能够出现一个能够抗起业绩 下一步增长大期的大单品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90后 甚至是00后开始成为豉油的消费人群 为了拉近和年轻消费者的距离 海天曾经在2021年推出过一款苹果醋口味的雪糕 并且在今年7月份放出了更加重磅的海天豉油冰淇淋 75克的纸杯装 三杯售价是69元 虽然比不上茅台冰淇淋66元一杯的价格 但其实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冰淇淋的定价了 不过 很多消费者对于海天这款口味独特的冰淇淋 评价就不算那么好了 口味好怪 不会再卖了 就是奶香味加点醬油味 甜中大咸 好像黑暗料理 显然 这一次的尝试对海天是不是可以起到正向的作用 都还是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而对于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海天来说 如何赢得年轻消费者的方心 也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 更重要的是 如何令到投资者看到业绩进一步增长的希望 真正是做到缓解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 将成为摆在一哥面前最大 也是当前最为逼切的难题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